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我是琪琪 寒冷的冬天又到了 火鍋店的生意就越利越好 熱氣騰騰的鮮味美食 可以帶給大家溫暖和幸福感 作為餵食貓的我 當然要約三五隻的一起出去吃火鍋 不過在享受這個美味火鍋的時候 也會惹麻煩 如果一個不小心的話 美食很可能就會變成健康的殺手 最近網上有報導說 有人吃火鍋吃懷胃 而且更加自由 葉諾有時爆料說 火鍋用的兒子是用回收的口水油做的 這個是不是真的呢 火鍋是最受中國人喜愛的聚餐方式 一方面是美味 另一方面是氛圍 吃火鍋的時候 整班朋友或者全家人聚在一起 更多的是一種家庭情感的融合 對於市民來說 他們有沒有懷疑過 自己正在吃的火鍋的問題呢 有沒有西瓜還去打邊走 有有 吃過 吃過火鍋吧 有啊 吃過 那您對外面火鍋店 它的火鍋底料放不放心呢 有點不放心 不是太放心 因為有一種火鍋吃了以後 這衣服上會吸很多味道 我現在都不敢吃了 聽他們說的那些 又回收過來了 然後再給你吃的 那種就是比較髒 通過街訪我們可以知道了 其實市民對於自己消化的火鍋 並不是徹底放心的 尤其是那種成員之後 會整陣味的湯底 更加令人生存懷疑 而且就在我們街訪當中 還有一個神秘男子爆出了 我們衣服 不會亂摸 不放心 因為我朋友在那邊工作過 所以 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 對 什麼意思呢 就是很髒 就是用了又用的 一名的男子報料說 既然成本 很多火鍋的磨底油 都是相當不衛生的 不排除使用透水油的可動 調查完廢業 這個情況 不但在廣州 全國很多地方的新聞都報道過 那視頻裡面幾個工作人員 就拿著客人吃剩的火鍋湯底 走進廚房 但是不是倒了它 而是倒了一個桶那裡 然後一個廚師 在這裡過濾火鍋的雜質 桶上面放著燒機 不用一會兒 燒機上面就裝滿了客人吃剩的雜質 當那桶裝滿火鍋油之後 經確認不會有客人的食物殘根 這些火鍋湯底 就被抬上了造台那裡大火牛仔 這些火鍋油經過一段時間的牛仔 基本的處理完成了 那為了讓火鍋油看起來 既新鮮又好看 他們還有一道最關鍵的步驟 就是包裝了 就這樣客人吃剩的火鍋油湯底 經過過濾提煉燒油和包裝之後 又被拿上我們的餐桌那裡 那本場其實用口水油 對於我們身體有什麼危害呢 口水油的危害其實主要是在兩個方面 第一個的話 因為它裡面可能在處理的時候 處理得不是很乾淨 特別如果說本身客人是帶菌或者有病毒的話 那對這種免疫力不是很強的 這個衛生物會導致它的那個胃殘道的感染 吃了可能直接會拉肚子 還有一個就是慢性的 因為它是經過高溫的提煉 仿佛的提煉的 那它其實是有潛在的自癌性 專家明確表示 口水油的危害是不亞於地溝油 嚴重者可能才對 這樣我們廣東市面上 全不全在處口水油這個情況呢 難道我們平時吃的這些火鍋 大部分都是用口水油做的 不是吧 那我們現在就馬上去火鍋店調查一下 上下九 廣州舊城區的皇帝 而這裏是所有新老廣州人都會集中之地 我們在北京路選了一間都未到晚餐時間 已經迫爆了的火鍋店 看來這間店非常之受歡迎 經過我們的打探 這裏屬於比較高的消費水平 但依然是客似雲來 看來口不應該不錯了 不知道在用油方面 會不會有些貓膩呢 不過想想想在眾目睽睽之下 如果我們調查團想了解他們的湯底 到底是用什麼油 我們唯一的方法 就只可以靜悄悄潛入廚房取養 奇奇雖然是一屆旅樓 但是就一身含膽 說進廚房取養 我們本來還擔心她不敢 結果人家哼都不哼一聲 直接拿著手機就進去 我們看看手錶 奇奇進去已經成分鐘了 這下奇奇進去這麼久了 要不要進去看一下 完全沒有動靜 難道裡面發生了什麼事 奇奇會不會有危險的 這裡可以煎嗎 對 奇奇走進了廚房 發現四周圍的環境就不太整潔 而且還受到了阻攔 但是就沒有見到回收窩底油的情況 而為了知道這間店的油有沒有問題 奇奇拿了這間火鍋店的窩底油來取養 我手上拿著這一瓶 就是經過了奇奇千辛萬苦 頂著被人打的風險 就是在高級的火鍋店裡面 拿出來的火鍋油 不知道中低檔的火鍋店 他們的火鍋油又是怎樣的 下面我們馬上去看看 為了調查的準確性 我們再來到了一間中港消費的火鍋店 大概的消費價格已經比較符合市民 相信會是大部分人聚餐首選 但是當我們調查員終於摸到了廚房門口 就被工作人員直接驅趕 未能成功進入 最終只可以在點餐消費的火鍋湯裡 進行取養 現在我手上拿著這一瓶 在一間中低檔的火鍋店裡面 拿出來的火鍋油 雖然大家看到天已經黑了 但是為了令到我們的調查 可以更加全面 現在我們要去的就是 有火鍋食的大牌檔那裡取養 Go 為了讓調查更加全面調查員 川街貨航來到人口密集的城東村區域 冒穿寒風在街上爬檔 終於找到一間人氣火爆到極點的夜市大牌檔 至此我們收集了市面三組不同消費廣線的火鍋店的油漫品 到底這三間火鍋店會不會存在非法使用口水油的可能性呢 而標題員帶著樣品來到專業的鉗質機構 Hello 林老師你好 你好 我這裡有三個在不同地方拿回來的火鍋湯底油 我們怎麼才可以知道這些油是否用口水油做的呢 因為口水油的成分比較複雜 所以我們只不過現在是初步鉗一下它究竟是否劣質油 好 那就麻煩你了 好 隨後檢測人員先將溫水 將已經綿固的鮮外樣品的火鍋湯底油溫解 然後分別取養 之後將取養的火鍋湯底油 加入專業的檢測試劑 最後檢測人員將加入檢測試劑的樣品 放入粉水裡煮沸它 不知道檢測結果是怎樣的呢 下面我們馬上找一下林老師 林老師你好 結果出來了是不是 是 這個應該是對焦的吧 是 這個對焦的 那個對焦管的顏色是粉紅色 只要比那個粉紅色更深一點的話 那就證明它有問題 但是如果它呈現出其他的顏色的話 那也是證明沒問題的 這樣我們檢測出來的結果就是 第一個是一號是沒什麼問題的 第二個的話也是沒什麼問題的 第三個也是一樣的 幸好單單從檢測結果來看 我們抽養的三家不同檔市的火鍋店 用的油都是沒問題的 但是這樣都不可以保證 廣州所有的火鍋店的油都是這樣的 那都是要請各位市民在消費的時候 要擦亮對眼 盡可能保護自己的飲食健康 如果發現遇到以下情況 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消費者可以通過一些簡單的方法來判斷 比如說第一個來看好的植物油 它都是透明的、純淨的 那如果它是口水油的話 它裡面一定不會提得那麼乾淨 會有一些雜質、會有一些沉澱 並且眼水也不會那麼透明 通過從油漬的分析 我們從廣州市面上抽取的高檔火鍋、中低檔火鍋 以及路邊攤的火鍋的湯底油都是合格的 另一節為大家調查了廣州市面上口水油的問題 調查結果顯示我們取養的高檔火鍋店的湯底油 中低檔火鍋店的火鍋湯底油 以及路邊攤的都是使用合格的油 那對於火鍋而言 街坊除了擔心火鍋湯底的問題 還擔心什麼問題呢 如果打火鍋時間太久的話 有可能會產生瓦硝酸鹽這種說法嗎 有啊 我也聽電視有說 聽人來說那些會產生其他雜病 那些因為它的配料 真的有很多人刺激 對人體也不太好 學生和學生水果 湯會可能有這種問題 看來很多街坊對火鍋產生的瓦硝酸鹽 都是良之一二的 因此很多人選擇自己在家裡打火鍋 以網上稍微搜索 只是關於火鍋時場和瓦硝酸鹽的文章 就有四萬冊接五百幾篇那麼多 看得出大家都比較關心的 火鍋為什麼壓硝酸鹽多 火鍋湯底裡為什麼會有壓硝酸鹽呢 吃火鍋煮得越久壓硝酸鹽越多 看到這裡的觀眾朋友一定會說 如果你不放心外面的火鍋店的話 我們可以自己在家裡自製湯底配料 究竟我們自己在家裡自製湯底配料 吃起來又安不安全呢 自己在家裡打火鍋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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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火鍋的話會打多久啊 很難說啊 有時的人多聊天 會打得時間長一點 半個小時左右吧 一個多小時 一個半個小時左右吧 朋友在一起吃飯聊天的話時間長一點 平常要是自己沒事在家吃了 時間會很難 就是半個小時 一個多兩個小時吧 都會兩個小時差不多 半個小時左右吧 很多街坊認為吃火鍋其實是在吃一個氛圍 吃一兩個小時是正常的 但是對於怎樣避免壓硝酸鹽超標這個問題 火鍋要煮多久才算健康 我們馬上用實驗問你證明 廣式火鍋到底會不會產生壓硝酸鹽呢 大家可以看到 現在桌面上擺著很多非常豐富的食物 當然不是只吃那麼簡單的 我們最主要是要做實驗 通常廣東人在打火鍋的時候都會按照先吃肉類 然後再吃這個蔬菜 吃完蔬菜之後再放這個海鮮 等一下我們分別會取三個火鍋湯底油的養品 第一個就是在吃完肉類之後取養 第二個養品就是在吃完蔬菜之後取一次養 第三個養品就是在吃完海鮮之後取一次養 雖然奇奇平時很喜歡吃東西是順正的吃貨 但是一時間叫我吃完桌面上這些食物的話 蛤?會不會肥死呢? 所以我就將這個重任交給接下來了這位致遠者 是不是真的?奇奇平時說話沒那麼客氣的 也都沒聽說過你說怕肥的 嘿 放心 趕緊過來有好吃的 很好吃的 你看今天我為你準備就是廣市的火鍋 看一下現在的時間是11點13分 首先呢就先去這個肉類 好像很好吃的樣子 要不我那個我也嘗一下吧 看你這個餵食貓說就說怕肥 其實你自己心裡就不知道多想吃 話口未完立刻開始忍不住了 很好吃 你再多吃一個 吃一個 吃一個 吃 很好吃 肉吃完了我們先看一下時間 剛好一個小時 現在是12點13分 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調查員和志願者已經拆完了肉 又取了第一次樣品 然後調查員又開始吃了 我們可以看到桌面上的蔬菜 也都吃到差不多了 現在我們進行第二次的取樣 兩個小時左右的時間 調查員和志願者 幾乎將整張桌的蔬菜吃完 於是就取了第二次樣品 我們現在先下海 還好 現在我最喜歡吃的魚 我們現在看看時間方面 是下午2點20分 大家可以看到桌面上的這些成果 基本上都吃得差不多了 三個小時過去了 調查員和志願者 幾乎將所有東西一掃而光 於是調查員開始取第三次樣品 這個就是我們第三次取樣的樣品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瓶裏面 上面那層飄浮著一層油的 OK 一、二、三 經過三個小時的烹煮 鍋裏面的菜都顯得有點黃 那究竟這裡裡面 鴉硝酸鹽陷略 是不是真的會超標呢 那現在呢 我就會將這三個樣品 送去專業的檢測機構 進行鴉硝酸鹽的檢測 Go Hello 聶老師你好 你看我手上呢 就拿著三種不同的樣品 因為呢 網上有很多網友呢 就說到這個火鍋 如果煮得越久的話 它的鴉硝酸鹽含量就會越多 那麼我們就做了一個 廣室火鍋的實驗 這三個樣品呢 分別是不同時間段的 然後這個是煮了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取的樣品 然後這個是煮了兩個小時之後的 這個是煮了三個小時之後的 我們就麻煩您幫我們檢測一下 裡面會不會產生鴉硝酸鹽 謝謝 檢測人員先分別採樣 再滴入鴉硝酸鹽的檢測試劑 從飛入的過程中 我們發現 其中有兩隻樣品試管 明顯變為紫紅色 最後檢測人員用專業的檢測器 開始檢測 那在這些樣品當中 會看有沒有鴉硝酸鹽呢 是否時間越長 鴉硝酸鹽就越多呢 老師結果怎麼樣呢 一個小時的這個火鍋湯底 亞硝酸鹽含量大概是12點多 毫克每千克 然後兩個小時和三個小時的 這個亞硝酸鹽含量降低了 然後幾乎就是沒有測出來 好啊不會吧 一個小時之後的 要比兩個小時跟三個小時之後的 還要多啊 不是說時間越久 產生的亞硝酸鹽就越多嗎 這是要看情況的 就是說你們吃火鍋的時候 然後你們蒜的那個菜 可能一些蔬菜還有這個 VC比較多 然後這個VC有這個降低亞硝酸鹽的作用 然後還有一個原因就可能是 你們吃的過程中有加水 然後有稀釋的作用 所以對於廣式火鍋來講 亞硝酸鹽的產生並不會跟時間成性比 而是跟打火鍋的料有關 不同湯底類型 在拆鍋之後的亞硝酸鹽含量差異會很大 如果用附含亞硝酸鹽的酸菜和肉類做湯底 亞硝酸鹽含量會特別高 而如果是維生素斯多的蔬菜 其中的維生素斯 還可以消解一部分的亞硝酸鹽 而最近網上盛傳 火鍋除了有口水油和亞硝酸鹽問題之外 還有住飄零物質太高的問題 於是為了查清楚 調查小組再次等檢測人員 檢測調查員自製火鍋的飄零含量 通過檢測 一個小時的火鍋裡 飄零的含量是0.12毫無二每星 兩個小時之後的火鍋裡 飄零的物質就是0.09毫無二每星 三個小時的火鍋裡 飄零物質是0.23毫無二每星 那這個含量是一個怎樣的概念呢 哪些人又需要特別注意高呼鈴物質呢 飄零它是有一個鎂的代謝 它一些層尿酸排泄出去 如果說它飄零的代謝能力 比較低或者異常 比如說對於通風的人來講 在即興期的時候 每天攝入的飄零 是不能超過100毫克的 那對於這種代謝能力 就是正常的人來說 那我們不用太去限制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 就是盡量攝取低飄零的食物 另外生活調查團提醒大家 火鍋料好像魚膠、蝦膠 各種軟等等 是含有高粱的油脂 糖尿病高血壓 高血脂的病人要注意盡量少食 而火鍋湯底含納磊子 甲磊子比較多 有腎臟病高血壓的人群 就要小心了 真是不查不知道 一查一條 原來火鍋湯底配料 亦都存在著這麼多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這裡要提醒一下大家 以後打火鍋的時候 時間不適宜太長 因為如果時間太長的話 就很容易會產生雅消酸炎 另外也要提醒各位老人家 在打火鍋的時候 不可以吃太多的肉類 因為在高溫之下 肉類是會產生一種叫做 飄零的物質對身體有害 最後也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如果你在生活上有什麼移民的話 可以撥打我們的布料儀線 83887085 今集節目就是這樣 我們下期再見 下期再見 拜拜